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現在這個各位呢 你剛有掃描這個QR Pro之後 你應該會看到就是我們那個群組 那麼你要進去的話呢 要進去的話 需要先做一個登錄的動作 登錄的動作 那麼各位呢 因為你在手機上畫面會跟我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點不一樣 那它上面這邊 我們這個OneNote也是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各位可能有聽過翻轉學習 那我們今天呢 你可以從這裡按一下會員登錄 這個就是你剛剛要加入的時候看到的 那麼這個平台其實 除了用這種標準的方法 也就是你上面看到用社群的方式 你可以加入以外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 就是各位在這邊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信箱 自己的信箱註冊 那它會寄送一個認證碼給你 你要去收一下信 那當然有可能會進到這個設計 再來如果你覺得這樣比較麻煩 也沒關係 這個平台呢 有個好處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比較訪客登錄 因為你不用註冊也OK 就是你只要取得訪客代碼就可以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找到之後呢 如果你是現場 你是有手機或者平板 畫面比較大的 你用這樣會比較容易 它的網址在這邊 它的網址在這邊 就是這個 1234-1 Know.net 你也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好 OK 1234-1 好 那麼如果你用訪客 你看我在這裡 我只要按一下 取得訪客代碼 它會給你一個八位數的 會給你一個八位數的 你如果呢 下次想要繼續使用 你就用 把你這個代碼記下來 下次就用相同代碼進去 你的任何學習紀錄 還有你有加入的課程 加入群組 班級 那就會繼續留在裡面 就繼續留在裡面 那你看呢 我們這邊 先給各位看一下 好 這邊 就有一個 八位數的代碼跑出來了 這邊就有一個八位數 那每個人的都不一樣 英文不分大小寫 英文不分大小寫 所以我就把這邊 我先把它複製起來 好 那麼 現在呢 這樣就進去了 那你在這個平台裡面呢 你會看到 除了我的資料以外 還有很多別人的 你們可能這樣看會比較 沒那麼清楚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好 在這邊 那各位呢 如果你不小心 忘記你的代碼 在右上角這邊 還看得到 有沒有 右上角這裡 你還看得到它 那 這個呢 待會兒 你如果是用訪客的 你記得來編輯一下個人資訊 不然我不知道 待會兒抽到的會是哪一位 好 如果你有進來的話 那 待會兒呢 你進來之後呢 在發現裡面 蛤 哪一個 好 在發現裡面 你會看到有單元 課程跟群組 那麼 單元就好像單一個教材 那麼 課程的話 就好像你去選就 某一個課程 群組比較像是班級的概念 就跟剛剛主任跟大家介紹 你們那個數位學禮品來功能一樣 所以在群組裡面會有比較多功能 那我們今天的演習 我也把上校的 我都把它放在這個群組裡面了 所以呢 你可以進到這個群組 這邊都是公開的 都是公開的 所以其實呢 因為我們今天 要講什麼主題 你知道嗎 別讓你的學習不開心啊 你的學習也有很開心嗎 好像都沒有齁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看 那這邊都是公開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來這裡 看到很多其他老師的課程 那你到群組這邊按一下 我們的應該會排在第一名 在這裡 這個呢 在這邊齁 所以你剛剛掃描那個QR Code 事實上就是進到這個群組 就進到這個群組齁 那我把它按一下咯 把按一下 所以你剛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會有一個叫做加入 有沒有 右上角有個加入 只是你剛剛一按的話 他會先要你登錄 會先要你登錄 那我現在已經用訪客登錄了 這樣我就可以進去了 那麼今天我們所有的資料 包括上課的錄影片 我們一樣都會公佈在這邊 都會公佈在這邊 所以你這樣的話 即使研習完了 這個資料就是公開的 你回去 如果說你還想要再看一下 了解一下的話 看我們教材 都可以從這邊看到 這樣大家對第一個 怎麼進到我們的群組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那麼我這一段就先到這邊